Hello 大家好,今天延續我的新聞浮沉五十年, 今次是第五集,我每次都說, 我不會在我五十年裏面的八寶箱隨便推出一些東西, 我有回憶,如果是這樣,真的講五十年都講不完, 我每次選擇的題材都是跟現實題材有關, 然後歷史上輻射到今時今日, 有些東西是值得回憶和借鑑的, 所以今天的話題延續我上一次講民主黨六次宴會被取消, 我話題又講,當然不講舊東西, 即使講舊東西,輻射到今時今日, 我今天講的就是民主黨與北京, 某一些歷史關鍵時候裏面出現的事情, 然後輻射到今時今日,對大家有些什麼啟示呢? 這個才是重要的,好了, 先講一下,第一個部份先講一下民主黨的演變, 具體大家可以找很多公開材料什麼時候成立, 這些我不講了,我只是講一些關鍵的時刻, 大家都記得民主黨的前身是港同盟, 港同盟,不是叫民主黨的, 而港同盟那批成員呢? 老實講,現在大家可以說李主任,華叔, 司徒華,還有一批,何俊仁等等, 我的意思是,那批,即是港同盟以至更早期的民主派, 最大特點是什麽? 是在中英會談確定了, 哇,收回香港了, 由那時前後中英會談, 未簽聯合聲明, 那時這批人士已經公開講歡迎回歸, 不過他有一個講法,歡迎民主回歸, 即是不是說歡迎香港回歸, 好像大陸那樣,這個態度很清晰, 你說你都不是真正愛國回歸,有引號的, 但是以當時的背景來講,歡迎回歸, 歡迎民主回歸已經是一個很積極的力量了, 他們這批人最低限度不戀席, 甚至上在港英政府年代的時候反席了, 是吧?如果將這個態度對比那時的一些人士, 今天的建制派呢? 我立刻回憶到一件事了, 當時我們訪問過一些今天的建制派, 當時我打個電話給某一位大人物, 一聽見我當時是代表文匯報採訪的東西, 兩句話都沒有,我批准電話了, 為甚麼?怕嘛, 真是怕共產黨嘛,那時,是吧? 這個不是一次的個案,是吧? 我又舉個例子, 我們去當時有很多獅子會的, 我不是講獅子會,總之是類似的團體, 很多是公開講座請名人,我們去採訪的, 我當時是代表文匯報採訪的, 初時不歡迎你來的, 到後來慢慢慢慢, 大小是這樣,香港要收回, 我們才可以站在後面, 不可以入座來採訪的,是吧? 我沒有說好願不好,我只是講回事實, 當時這一批人士,今天建制深藍, 究竟是利益凝聚還是理念凝聚, 我不講了,我不知道, 因為我只是將這些說出來, 而當時民主黨的前身, 港同盟以致其他民主黨, 是最早期講民主回歸的,歡迎回歸的, 好了,到後來,大家可以看, 民主黨就跟會點結合, 當時會點張炳良,李直月等等, 當時合起來才變成民主黨, 而當時大家都講了, 如何為回歸之後起建設性作用呢? 是吧?我不詳細講後來裡面的人士怎樣分開, 但只能夠講當時的理念是很支持回歸, 因為80年代大陸經濟社會都在改變, 而民主當時港澳辦、老平整批, 談基本法起草的時候, 我整個過程都有採訪, 那時候給人一個感覺是國內的主席分子第二次解放, 是思想上的解放, 所以當時港同盟和會點結合成為民主黨之後, 那個影響力是能夠凝聚一批真正的有心人, 而不是當時左搖右擺在英國國會大罵共產黨的人, 又是實事來的, 我都說我不否定他們今天是官方所講的愛國, 愛港愛國,我都是從來愛國不分先後, 不過愛國必須分真假, 這個是前人大代表尿瑤珠的說話, 不是我的說話。 到了後來民主黨成立, 中間我會再講是有些離離合合的, 跟著就跟劉慧卿、阿卿姐的前線又結合了。 所以從這個過程裡面來講, 大家可以看到中外歷史,包括共產黨, 它當時都有吸納、釋放等等, 這個是很正常的過程。 好了,簡單講了民主黨的一些變化之後, 應該講一些很關鍵的事情, 關鍵的事情就是所謂互動, 即是跟國內、跟港英政府之間的互動, 如何去體現民主黨的理念。 好了,先講一個是80年代, 80年代的時候,因為民主黨當時已經很, 無論是港同盟年代或者民主黨, 是講到明很支持這個民主回歸的。 所以當時它是北京的一個統戰對象, 很明顯的,如果不是在基本法起訴委員會裡面, 為何會有兩個民主黨的成員? 李柱銘、司徒華,其他黨派沒有的。 所以當時是一個爭取對象, 在開放氣氛之下,不過有少許要補充給大家, 當時我採訪的時候,我很清楚, 這一個官方北京的意念是將民主黨一分為二的。 所謂一分為二的就是, 它對於反對外國或者反殖等等, 中外問題上,它很肯定民主黨這一點。 不過民主黨是否是愛黨呢? 肯定又不是,即是共產黨。 那是否一下子納入了愛國的範圍呢? 當時沒有說愛還是不愛, 但總之它反殖是肯定的, 對北京的凝聚是沒有肯定的。 所以叫做一分為二,交往可以交往, 真心就看去到什麼環境, 有時叫你不要出那麼多聲,就是真心。 譬如好像一個基本法裡面, 究竟那些條文寫得實一點還是虛一點呢? 當時港澳辦副主任李侯, 他跟老平有時為了做統治, 有時有些事情講得透一點, 當時李柱銘問李侯, 不是李柱銘跟我說, 李侯跟我講的這件事, 就說究竟應該寫得嚴謹些還是怎樣? 李柱銘說應該寫得嚴謹些, 李侯說不要, 疑鬆不疑謹,五個字是原話來的, 疑鬆不疑謹為何? 是鄧小平講的,疑鬆不疑謹, 從正面角度來講, 就是現在估計不到以後的東西, 所以寫鬆一點,有個靈活性, 從好的角度來看, 但是從另一個考慮角度是怎樣呢? 就是不要寫得那麼死, 留待以後全國人大有較大的解釋空間, 這個才是妙,是吧? 即是說到時全國人大怎樣去解釋呢? 就按那時候的需要,是吧? 所以這一個來講, 當時已經體制內, 它港澳辦當時研究, 不過已經過世那些我們才去提, 當時港澳辦下面有四個司, 其中有一些中級官員說應該, 因為既然你要建立兩制, 你應該兩制裏面有很多靠向香港那種制度那些文化, 應該要學廉政公署,廉政怎樣建設, 所以當時疑鬆不疑緊這句說話是不對外講的, 但是為了游說民主派、民主黨, 於是就所謂交底了, 所以到現在大家看看, 這些第一個爭取對象, 然後延續到什麼時候呢? 第二個事件,我回憶裡面我覺得是值得跟大家分享分析的, 第二個事件到95年了, 95年那時候是港英政府年代最後一次的立法會選舉, 而那時候來講建制都參加的, 但是建制在彭定康的計算之下幾乎全軍盡默, 民主黨那時候是大勝的, 然後民主黨有一次,彭定康約他, 因為你是立法會第一大黨, 不知誰約誰了, 而當時民主黨其中有一個訴求, 但沒有作為一個request, 即是一個正式的要求, 總之我講了你制就制,不制就不制, 就是說民主黨既然是立法局, 立法局當時,立法局裡面的最大黨, 那應該是否行政局裡面都應該有民主黨的成員呢? 那你才可以行政立法兩局的關係是什麼呢? 結果呢?彭定康當然不制了, 你猜彭定康蠢嗎? 因為他覺得當時北京是在做民主黨的統戰, 你說如果港英政府開了行政局, 又有一個北京的統戰隊員坐了下去的, 那你怎樣搞呢? 港英政府好歸奸的了, 結果民主黨這個訴求沒有實現, 好,反過來看看大陸那邊怎樣想, 大陸如果當時是高明的話, 它應該繼續跟民主黨保持, 不是統戰,但是友好的關係, 你可以批評民主黨, 你又可以接納它這些東西, 用一種模糊的戰術令到港英政府兩頭擺, 但當時北京都擔心民主黨, 你又挾持港英政府的優勢, 跟著又給你過渡特區政府, 你我都駕馭不了你, 所以後來才有臨時立法會, 中途下車重新來過, 而當時另一個考慮是怎樣呢? 因為行政局裡面已經有北京的另一個 非常信任的人在裡面, 誰呢?董建華嘛, 董建華當時是行政局成員, 亦都是全國政協委員, 所以其實這些是一個默契來的, 現在事後看回無論是真正原意也好, 總之事實就是這樣, 所以從這一點來看, 其實如果北京當時是支持, 你不是那麼信任的民主黨, 你都有機會扔過來, 現在到最後這個事件裡面, 到最後大家令到清醒的人士, 從政你現任的有權力的人, 兩邊都扣不住, 到以後如何建立實力, 這是第二個事件, 第三個事件我馬上回憶到的, 就是六四之後, 六四之後李署名司徒說還有一個茶梁庸, 退了這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草委職行, 退了下來, 自從那時開始大陸跟民主派的關係斷了, 斷了之後大家會發覺好像蓮偶一樣, 斷了有些可以續, 有些想續,有些不想續, 說這個時候建制已經是大規模進軍了, 建制說最好民主派死了, 我來上位了, 這個就不多說, 我只不過想說其實六四之後, 有人建議過北京, 你看看民主派民主黨是歷來真正的愛國, 鄧小平講過愛國不需要愛黨, 因為在北京已經是黨國扭了一塊, 你不需要在那個表述上面, 但是民主黨最低限度不會否定國家, 是吧? 它只會從政策裡面批評你, 結果這些已經上去不行, 所以斷了, 只是跟華叔因為有些歷史的原因, 是保持某一種接觸, 但是這個華叔很清楚不是出迷原則, 因為我今天講民主黨, 不集中講華叔的一些大家的記憶, 正因為這樣的時候, 而到六四之後很久,很長, 這個斷絕的接觸就成為了日後很多的, 你想再start up, 即是再保持關係都保持不了, 然後我要講第四個的事例, 那個就是到94、95年, 北京覺得快要回歸了, 要搞好跟民主派關係, 而搞好跟民主派關係, 更加要搞好跟民主黨關係, 所以就找人下來做溝通, 當時民主黨覺得我們歷來都是以建設性、 建言那種方法來顯示, 兩制香港可以是很多自主等等, 所以開始跟它接觸, 當時的接觸是坐一個民居, 我們再詳細講了, 坐在九龍一個民居裡面, 大家在那裡談,談得很好, 而我很清楚事後是非常民主黨, 是很清楚是三位人士, 不過顧偽其名,當然是重要人物, 講得很清楚他們沒有否定回歸, 但是很希望北京改變對香港的政策, 即是強硬的政策, 當時後來有接觸, 北京曾經提出過, 如果是這樣, 李柱明你可不可以不去美國, 即是快要回歸了, 李柱明說可以, 因為每次都是美國請, 它才去,它不會主動去的, 如果美國不請就不去, 結果果然有兩年是沒有去的, 其中聽說用時間說我沒有空, 是這樣推了, 這個也顯示了民主派民主黨, 它不是說將利北京, 你說它是否求黑,又不是, 這個立場是很清晰, 就是平等交往,而且是用建設性的語言, 但結果那次是怎樣呢, 到最後有些人說, 包括國內的溫和派, 他問李柱明兩年都沒有去美國, 其實是否回歸前可以請他去北京, 這個沒有要求的,民主派, 結果這些意見都禁止了, 到最後當時江澤民, 他都不知前線在做什麼, 前面很多人都很努力, 希望能夠融和回關係, 誰知當時因為為了鬥爭, 那個意念就是這樣, 怕你港英餘孽, 怕你港英為神, 有多少安插在政府裡面等等, 就是鬥爭了, 於是只要找三個靶出來, 其實是找四個靶的, 不過後來找了三個, 找三個靶出來, 是要顯示中央政策是什麼呢, 第一,我們是要打漢奸, 打酒狗,打潛伏下來的人, 這個就是你說他選錯了, 他當時說漢奸,李柱明, 即是叛徒,不是酒狗,是叛徒, 叛徒是司徒, 有港英政府留下來的什麼人呢, 不說了, 免得影響他們, 但是都會發覺這兩位人士, 兩位人士, 一位是被貶官的, 另外一位已經是過氣了, 所以去到這裏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不是一種鬥爭文化的延續呢, 你即是要別人看你面色, 你又用一種高壓, 就覺得這樣才是威嚴, 別人說跟你說情說離, 變了就走到一邊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回歸前本來有一次好好搞好氣氛, 搞好國內與民主派, 以致民主黨的關係, 那次又沒有了, 持續了一年多接近兩年, 在臨門一腳裡面是自己搞的, 你說是不是很心痛呢, 包括國內有一批溫和的, 第五個事件一直到04年, 03年七一大遊行, 04年喬曉陽當時是代表全國人家下來, 解釋北京的一國兩制有七個概念, 是你們香港人不理解而已, 他那時開始由九七回歸到03, 他覺得那時無謂意志不行, 放得太鬆,管得不夠緊, 所以解釋北京一國兩制的概念, 一國是先於兩制,後來變成高於兩制, 港人治港是愛國者港人治港, 不是你們香港人那種概念, 五十年來不變就沒有了, 那時已經不講了, 跟著就說不是三權分立, 是行政主導,大家找回喬曉陽那些說話, 我說為何要值得講呢, 因為當時民主黨的成員,華叔、 Martin全部是座上客, 即是換句話講都說說給你聽, 但是香港當時都說我可以跟你討論的, 所以喬曉陽那次下來之後, 在九龍指南中心又在禮賓府, 有兩次是建民主派的, 但是意念是說我游說你民主派, 接受中央的看法, 民主派說不是,兩制八十年代解讀又不是這樣, 所以到最後不是民主派不是民主黨對國內死心, 而是國內它自己改變了那個想法, 所以當日那個本來延續下去的效果又沒有了, 官方可以說我們都有心,是你們明患不寧, 但是大家記不記得,04年初已經有一個愛國者討論, 由當時人大常委曾建子帶動誰愛國誰不愛國, 由他點名,你說這種手法怎麼有人信服呢? 所以去到這時來說,大家都說你等如你一個大人一個小孩, 你一個大人拿著那個雞毛嫂FIT下去, 我覺得這個比喻都不是很對, 因為香港人不應該是一種說你小孩可以打我, 而是說這種方法你已經從一個很家庭的關係倫理, 你已經可以知道是靠惡的了, 好了,跟著更加值得要講的就是2010年, 因為2010年的時候去講2012年的政改方案, 而如果大家記得2007年的時候, 因為經歷了2004那麼多意識形態的碰撞等等, 而到2007北京開始又用另一種方法, 如果大家記得在2007年的時候, 北京講2017年可以有普選,2017年可以有普選, 你聽它這句說話任你解讀, 但在中國的政治文化裡面就是說可以有即是可以沒有, 條件成熟的時候可以有,條件不成熟的就沒有, 於是建制當時站出來,你說它想支持中央或者想騙香港, 它的解讀是2017年有普選的了, 你見那時候幾多人,連政府都是這樣解讀的, 於是大家就說如果是這樣, 就當你有真普選, 你見民主派它是用真普選這個詞的, 它不是用普選,雙普選這個, 好了,到2012、2010年的時候, 當時民主派就考慮了,不單止民主黨, 當時就有一個普選聯的,大家記不記得, 就說如果當北京2017年可以有普選, 是真的普選的話, 應該2012年那一屆應該有些前進, 然後才可以為2017可以有真的普選而鋪路, 如果不是,2007那個方案已經是被2005年否決了, 所以2007年用的很舊的方案, 怎可以到2017有一個爆出來的真普選呢? 所以當時就兩邊溝通了, 後來梁愛斯大家記不記得, 梁愛斯都忽然間轉態的, 律政司司長,或者後來有一個溝通的角色, 是吧? 它都說可以,這個我不詳細講了, 因為涉及到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到最後是辭任中聯辦,前身是新華社, 副社長李剛出來見三批泛民民主黨, 普選聯同民協的,大家找回歷史, 即是說其實當時因為已經去到北京覺得, 趁這個時候都要做一些形象建設, 到它後來就說,你香港人理解錯而已, 2017可以有普選,是可以有可以沒有的, 條件不成熟就沒有了, 所以到2014年雨傘運動的前期8月出了一個, 一國兩制再講我實踐白皮書, 是吧?當時五道閘了,是吧? 這些來講,怎樣會演變到後來呢? 就是很複雜因素,我今天只是講, 其實對民主黨的預防打壓, 其實是自己一種鬥爭的意念, 到處都謹小神秘, 就跟周恩來當時的統戰政策有一個很不同, 周恩來當時的統戰政策就是說, 將敵人變成朋友, 他當時的統戰政策不是說在自己人, 因為自己人已經是自己人了, 你還統戰那麼多做甚麼? 你是將敵人變成朋友,向他們解說, 但是後來的統戰政策變成怎樣呢? 將朋友變成敵人,將敵人變成死敵, 這個才是普通老百姓, 因為你這樣內號,不單止外國, 你自己中國人都傷,你為甚麼要搞到這樣呢?是吧? 所以從這幾點來講,大家就立刻想回, 我今天要講回憶的第三個部份, 就是你看中國近這幾年來的歷史, 或者中共建政以來的歷史, 有很多很相似的, 譬如好像剛剛1949年開國的時候, 你看看當時的政府, 政務院當時,當時的數據就是1949年的時候, 第一任政府,63位新政府的委員, 裡面其中27位是民主黨派, 或者是無黨派的,你說是否交叉黨員就不知道了, 跟著在四位副總理裡面, 兩名是民主黨派的, 跟著在當時的政務院,即現在的國務院, 三十四個部位之下,有十四個是民主黨派的, 這個如果你說香港回歸了之後的形式, 全部是你港英政府為臣了, 這個就不是這樣比較, 而是你對於這些延續的權力, 你是如何使用的問題, 正因為這樣的時候, 輻射到今時今日民主黨連舉行晚宴都不行, 於是令人想起三個感觸, 第一個,民主黨自己本身都經歷過分裂, 最低頭有三次, 哪些人分裂了就覺得民主黨的路線太溫和了, 這些不是今日的話題, 因為主要是一個大的狼, 即是大的主流分析, 好了,經過了你看到, 即是換句話說, 現在民主黨剩下來的大多數是溫和的, 是不是理智, 我不是說以前那些不理智, 但是大家總之路線不同,方法不同, 這個不是跟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的情況一模一樣, 你說當時中國共產黨最早期的領導人陳獨秀, 結果下面給他一班當時很左的人批評陳獨秀, 批判他, 陳獨秀入獄了, 其實當時都是被自己人害的,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大家看看陳獨秀傳, 這本書我覺得值得跟大家看, 因為你看到跟今時今日很相似, 那個作者是中央黨史研究的學者, 當時他授命去研究批判陳獨秀, 結果看了很多原始材料, 他覺得不應該, 他真是愛國愛黨, 為何你後來因為裡面的利益紛爭, 於是批判他,於是他寫了陳獨秀傳, 在國內出版,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大家就說,其實中共已經為陳獨秀平反了, 只不過他不公開平反, 是因為氣候, 因為氣候,替他出傳那本書來做平反, 但現在很可能氣候不符合, 所以又不可以多講陳獨秀, 你說這些是否被現實扭曲了歷史呢? 對民主黨到今時今日已經是一個, 大家都認同是一個溫和、理智、非暴力, 你還這樣用鬥爭的思維, 不知哪裡去對待它? 所以這一個就令人感覺到, 其實以股鑑金是應該盡量調整現在的強硬政策, 第二,大家有沒有發覺, 原來過去跟合作等等來講, 是逐次計數的, 那次有利的就是跟你合作, 沒有利是即刻翻盤的, 剛才舉2010年通過政改方案之後, 民主黨馬上受到雙重壓力, 一個就是香港一些人說你出賣香港, 有些比較前衛一些,你說激烈的, 於是就要他票債票還,票債票償, 這是一個壓力,另一個壓力就是北京, 因為後來北京做過一個研究, 有些人說你知不知你通過了政改方案, 最大得益是誰?民主黨, 民主黨現在有民意, 第二天再什麼時候, 它真的雙普選好有利, 因為嚇怕北京, 當然北京時期都害怕, 我覺得沒有信心, 於是北京開始對民主黨, 民主黨口誅筆伐,雙重壓力, 是吧?所以我不是說, 這一個這樣的做法, 其實就是自己有些搖擺不定, 其實怎會影響到你的政權呢? 除非你想以前共產黨都被國民黨打壓, 到最後共產黨執政, 你除非想到這樣, 但中間裡面很多元素, 你現在這個就是一日被蛇咬, 十年怕草成, 結果將很多自己本身有的好的土壤, 你都挖了, 這個如何符合一國兩制最早期的構想呢? 我們這些完全是按照歷史事實的好言相勸, 第三件事呢? 從這個歷史對比, 我立刻提醒大家不妨找一本書建國史, 原來現在或者在執政前, 執政那一剎, 對社會民主力量的打壓, 是七十年來一模一樣的, 我不會說沒有改變, 都有一些改變, 但很多沒有改變, 大家不妨找回那天的歷史材料, 我又不想類這些人, 因為這些人在國內都有一些學術地位, 不妨講得那麼清楚了, 大家去找一些當時研究中共建國的時候, 其中我發覺它的引述原文, 它當時要怎樣對待一些白區呢? 白區不是直接自己管的, 當時的白區指南方, 因為是國民黨管的, 北方力量,共產黨力量一致下來, 它仍然是屬於白區, 好似香港那樣, 現在已經是中國共產黨直接管治, 但是有很多它仍有一個白區心態, 即是說,我命令下來都是有令不行的, 所以當時的政策是怎樣呢? 第一,是用南下幹部取代南方幹部, 所以南下幹部是北京在北方的, 長期在共產黨打江山的, 未在國民黨地區生活過做過官的, 那這班人,北方這班官員意識形態等等很好, 南方那些即是說信不過了, 是不是? 大家看看福建、廣東很多地方置, 就有這類當時的傳達,是不是? 這一類這樣的東西落到來, 你說今時今日對港英政府的遺神, 是不是驗證了對以前曾蔭權、林鄭、 或者這一批,我不知道, 我沒有挑剔離間的, 我只不過是看回, 如果是這樣逐單逐單計數的, 你的利用價值一模的時候要怎樣計數呢? 從這一個來講,大家不妨可以找一些書, 真是公開的, 大中城市如何接收, 這是國內研究開國歷史時候的一些文獻來的, 大家去看就發覺很相似, 我都強調,那麼久可能有些變了, 但怎樣變,向哪個方向變, 這些才是關鍵,是吧? 所以去到這裏的時候來講, 我只能夠講, 過去50年的採訪涉及到這個部分, 我們大家都是從好的願望, 希望香港穩定, 希望兩制是可以work, 發揚光大, 但是有些情況現在是事與願為的, 所以這些歷史回憶不是要劃創化, 不是要挑撥離架, 更加不會是真是要破壞今時今日的政策, 而是怎樣可以引股減金, 達至最佳的後果, 不要為他人作嫁衣装, 這就是鞏固自己不讓外面, 你說其實外面哪有理得你, 我知道我講那麼多事, 你自己搞亂外國是最開心, 但是為何要自己搞亂自己, 不做得好些呢? 你信哪些人的說話呢? 當年最怕共產黨的今日建制, 今日建制有些已經沒有那段歷史了, 今日建制有些可能是回歸之後, 認同大勢, 但是真是要講什麼才是真, 什麼才是包裝, 不講那麼多了, 今集新聞浮沉五十年, 這一集又差不多了, 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其他話題, 拜拜!